今天要開箱的這款球鞋呢 就是今天早上剛出的PARA SB Dunk Low 是為了東京的奧運會所出的限定款 那我相信大家每一天都有在追隨著東京奧運會 為了自己的國家加油 然後我特別去看了一個項目 這項目呢就是滑板比賽 因為今年是第一年有加入了滑板這個項目 那我相信大家最印象深刻呢 一定是他那一套的運動服飾 那他這次所出的限定球款呢 就是延續的那一套的運動服飾 那我還記得剛開始球鞋頻道的頭兩雙球鞋 其中一雙就是介紹兩年前的 也是PARA SB Dunk 那當時我覺得我對球鞋的認知呢 還是蠻淺的 就是講話也沒有現在這麼舒服 然後那時候國語也沒有講得這麼好 兩年後的今天在介紹這款鞋子的時候呢 總是有一種比較不一樣的感受 好 那我們先看一下球鞋的近拍影片 那這一次的鞋面呢是以米白色來打造的 米白色的皮革是用了磨砂的材質來呈現 再搭配著這個荔枝皮的黑色SWISH LOGO 這個SWISH LOGO我很喜歡 因為它有點呈現這種2D的效果 它是凸出來的 並且是用荔枝的皮革來呈現 當然最讓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它所用的幾何圖形的配襯色 它這一次所用的滑腦的配色裡面有 它有最標誌性的顏色 而且上面呢還顯示出這種波浪狀的幾何圖形 那這種繽紛的色系呢是用布料來呈現的 那我上網有看到它的Friends & Family那個版本 我比較喜歡那個版本 那網路上都說當你剪開了表面上面的布料的底層呢 就是Friends & Family的那個款式 上面的布料呢大家是可以自行DIY的 然後上面的縫線側邊呢是用這種鮮明的藍色來呈現 這一次的後鞋舌的部分上面的Nike SP標籤呢 也是跟鞋子上面的幾何圖形來了一個呼應的手法 那至於鞋頭的位置也是保留了它最經典的mini swoosh 在這個部分以白色來呈現 至於鞋後跟的刺繡呢是一邊以Nike另外一邊以PARA的年名來呈現 裡面的鞋墊的部分呢也是跟外面的幾何圖形來了一個呼應的手法 另外再印上Nike SP跟PARA的標誌 然後再配上白色的中頂黃色的橡膠大頂 這一次鞋帶的尾端呢也是跟之前一樣上面印有了PARA的字體 那今年為日本東京奧運會所出的配襯色呢非常有活力非常繽紛 而且這個款式我覺得男女都非常合適 至於之前的那一年的鞋子穿了很多很多次了所以有點髒 那至於之前所出的FBDOM呢是走了一個簡潔跟乾淨的風格 而且比較百搭一點 我自己是比較喜歡今年的款因為它比較有活力了 而且這座球鞋非常能代表著今年的奧運會還有PARA最標誌性的元素 之前那個白鞋呢就有點太過簡單了 所以不知道大家會比較喜歡今年的東京特別款呢還是之前的小白鞋呢 都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那今天我看到很多朋友都成功抽中了這雙鞋子 我覺得它的貨量其實還蠻多的 所以現在上面價格加完稅大概也是400到430塊左右 那我相信大家收到鞋子之後 如果價格跌到350到400這個range的話 我覺得就還蠻適合入手的 那如果大家喜歡這雙鞋子的話呢 也可以上網看一下以比較好的價格入手 喜歡這部影片的朋友呢 歡迎你訂閱按讚分享 我們下週見啦 Adios